三亲妈养三子 四岁儿泡脚烫伤 拖两天痛到死 医院痛到的部分是孩子到院前就已经死亡了 看孩子的状况是他身体有些烫伤的情形 台中市传出疑似虐童案 一名与丈夫离婚 独自抚养五岁、四岁及一岁半三名小孩的二十八岁领女 其巴伞迟缓的四岁儿子 起一月十七上午 疑似自行放热水洗澡时 上半身多处不慎被热水烫到脱皮 他自己评估烫伤的情形不严重 所以他就没有给他送医 领女未教儿子送医 紧紧自行帮儿子擦药 隔天晚上睡觉那个情形一直很不安稳 那个妈妈就有安抚 结果没多久孩子就没有呼吸心跳了 孩子的爸爸有做CPR的一个急救 领女直到十九号才将儿子送医 到院前已经没呼吸心跳 急救后宣告不治 医师表示男童全身百分之三十二度烫伤 这种疼痛感跟拔指甲 强烈为脚痛很像 会让人痛到发抖 抽搐 全身冒汗 不难想象男童生前经历了很大的痛苦 领女约半年前与丈夫离婚 独自抚养三名小孩 平时生活费都由男童担任临时工的父亲提供 领女表示 因为他们是中低收入户 加上儿子发展迟缓 表达能力不足 不知道他伤势这么严重 才没有及时送医 否认虐待儿子 男童身上没有旧伤 死因人带化验 是否涉及而虐人带离亲 而领女的另两名小孩 则在学家和其母亲照顾 童新闻台中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 inicial视频 规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26 л